我现在是转到广源市 这是广源的凤凰山公园中的凤凰楼 这是一个制稿点 上到它的塔顶上可以俯瞰广源市的全景 这个楼一共13层高度43米 现在我已经上来了 票价5块钱 这个公园建于1980年 占地12.8公顷 是极休闲娱乐文化活动体育锻炼一体化的 现在继续上到山顶 先看一下后面这个造型 独一无二 在其他城市都没看见过 别具一格 有没有 凤凰楼的正门口 从这里看一下 这个形状像一个什么 弯弯的月亮 它一共13层 高度43米 这个字大家能认识出来吗 从这里买张票进去看一看 买好票从这里进来就可以了 门票5块钱 上到底上看一看 广园市的市中心 凤凰楼文化馆 这下面应该都是展厅之类的 哇 这一个金凤凰的雕刻 上到第三层了 好多楼梯啊 下面都是一些展馆 这马上就到观景的位置了 整整齐齐的这个楼梯 这是第四层的观景台 看一下 站的高就是看到远呢 那边是黄泽大桥 那个楼后面是广园火车站 不愧是最高点 下面是嘉陵江 由于这几天下雨啊 现在水都是浑的 给大家转一圈啊 今天没有太阳 但是视线挺好的 这两栋楼很高啊 图腾广场 继续上楼 现在直接上到顶层 越往上走 它这个楼层就越窄 但是它站的就高 看的更远 上到顶了 看一看我上了多少层 哇 这个位置拍张照片 非常的不错 终于上到顶了 这应该在12层左右 从这里看一看 风景又不一样了 感觉也不一样了 它这个越往上上啊 这个塔顶就越小 比刚才下面的四层 小很多 这个地方是游乐场 这个地方是游乐场 刚才从那上来的 大家环视一圈 这房子都不是很高 基本上都是五六层左右 这边比较楼多一点 图腾广场 对面还有一个景区呢 黄泽寺 过了嘉林江之后 也是在一个山顶上 站的高望的远 看后面到山连山了 再到右手边看一看 这边也是小区 房比较多 这个高楼比较多点了 后面 广源也是五线城市吧 跟我们是建设差不多 这是凤凰楼的后面 刚才看的是前面啊 建设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图腾广场 看一下它这个侧面 两排灯晚上都会亮的 哇弯弯的一个形状 这边还有一个荷花池啊 下面是停车场 风景非常不错 现在下去给大家航拍一下吧 公园的一角 这是一片荷花池 都已经开满了 这就是刚才凤凰楼上看到的 许多人前来拍照啊 这还有一个亭子 都快掉落了它 环境非常的优美 前面还有喷泉 这里面我听着有牛蛙的叫声啊 跟一朵莲花一样的 好多鲤啊 现在还有一个喷泉 现在还有一个喷泉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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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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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